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竹子 之前有一期啊 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那个医用的煎料器的玩法 反响还真挺不错的 然后西蒙之家有好多一些玩家都过来问我 就说竹子有没有一些别的一些东西的分享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这种好玩的一些玩具的一些推荐 那这期呢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 这个叫电机理疗器 它也是医用的 那可能会有人问 哎 为什么推荐的都是医用的 因为我觉得医用东西很安全 就再怎么玩它也不会出事 第二个东西很方便鞋 就是很方便你在家放呀 而且这个日常我就用来梳头发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玩的时候换个头就可以玩了 挺好的 那这个东西该怎么去玩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去讲解一下 其实这个玩儿啊 就是说 就是这个东西啊 想买的话 很简单就能买到 去所有的药店啊 或者是你直接从淘宝网去搜索一下 就可以买到 那这个呢 是我用来梳头发的 然后去帮助自己长头发嘛 然后它这个头是分很多种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它是分为这三种头的 还有这个是梳子 这是我日常在家里边用到最多的 就是我用来梳头发 它其实全名叫理疗器 然后这三种 这三种的话你可以根据那个你的小M的接受程度去选择这个头 我给大家多一一去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个头 它很方便操作 只要插进去就可以了 它分大档跟中档 这个是比较大档 诶 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啊 我去把这个窗帘拉起来 这样大家能看见它这个里边的红光 就能看见它这个 这种电机的那个 你看呀 这是最大档 它已经红了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诶 我还是先从简单的来吧 你看一下 看一下 这就是电机器 因为它是易用的嘛 所以它的安全 安全度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不像市面上买的一些 呃 专门去玩电机的那种 第一个它的安全我觉得不是很好 第二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它的一个 那什么 因为我朋友他们愿意玩电机的 买那种电珠 就是那种擀珠棍 那也是电机的 但那个电瓶的率就太高了 我觉得人体是很难去接受的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这个 它的每个头的形状不一样 然后导致他们的这种电机的那啥是不一样的 那这种的话电机的那种感觉就会更强一点 来看一下 这是根据你个人的承受能力去选择这个头 那这种的电机的电流感会更强 然后还有这种 这种的电流感就会更强 然后它这个档数也是可以调的 可以调高档低档 让大家看一下 它会麻麻的那种感觉 那很多人问 像这种电机器你可以电的地方有哪些 就很多啊 比如说你敏感的乳头 然后小妹妹 包括钢门 那像这种它都是可电 我不是让你们去塞进去电 只是在你们在周边去塞 因为它毕竟是玻璃的 万一你一时就断里边了 也是很危险的好吗 所以千万不要塞进 不该 不要塞到 不该塞到里边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外边去电机 它也是一种刺激好吗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看视频的你 想找一个跟自己有相同爱好 然后去一起去体验一下 点击的快乐的小朋友的话 那你们可以来我们的西蒙之家 我们是国内最大的开放式交友社区 那还有朋友问啊 这个东西要从哪买 那我跟大家再说一遍 淘宝就有卖 然后或者是你去药店 直接去购买也是可以的 那我是王竹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